其实就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跟大家贴近距离的一个东西 是绿洲可能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想发什么发什么的东西 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而已 我没有去区分 现在这个表情包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发绿洲发绿洲 然后微博觉得今天我可以发一个风景照 我就发风景照 其实没有说说微博就不能发发表情包 我也发就是开心情随性 在绿洲上面真的没有说是我我今天我要营业一下 今天我要发什么觉得就是想发什么发什么 看到什么有趣的我就想发 然后我就会发 发别的宠物不担心坚果小姑娘吃醋吗 不会啊尖管自己的别的宠物再怎么可爱那也是别人的呀 天呐这个这个的话我觉得说随性吧 我那天我不是发了一个我小时候的那个照片吗 然后就看着大家批了很多板我觉得挺可爱的 我说要不绿洲头像也换一换吧 就换了那个我小时候那个照片 海绵宝王我觉得就是说就每天要开心一点 我希望大家也能开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那个笑容我就我就笑了 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 我就破出来了 我吗 宠物风景美食 什么样的宠物 柴山吗 都可以呀 猫啊狗啊 然后我最近还有一点喜欢那个叫什么来的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老鼠 我忘了他叫什么了 他好像有个专业的名称 嗯就很很可爱 我那个就是用Photoshop手机版 我那个时候画很多层 嗨其实还好啦就两三三四层吧 嗯三四层 所以为什么想到画一个图片 那个时候是刚杀青 然后就觉得好累 因为其实之前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连轴转的一个状态 我记得我是一杀青回去然后就睡觉 从下午开始睡 然后下午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的九十点吧 大概啊 然后我就想起来之后就画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意味着我自己满血复活 然后迎来新的一个阶段吧 工作中的肖战 我觉得是认认真真的想做好每一件事情吧 这是我工作中的肖战 我觉得我自己能总结出来的一个点 然后生活中的肖战就是 怎么舒服怎么来很随意 哇哦 演员肖战是 是 齿轮 然后生活中的肖战是 沙发 就是齿轮嘛 就 你就是要转动 然后去发动能量 然后去运作能量 你要让大家也看到你的能量 然后而且齿轮都是一卡卡一卡 一卡卡一卡 就是要 精准 我虽然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做的像齿轮一样精准 但是我觉得 按照那个目标去做吧 工作嘛 就是大家还是要认真对待 好 然后生活的话就是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 私生活 能像沙发一样 让自己舒服 能让周围的人觉得也舒服 就好 美食 其实我一直 一直一直都想做一个糕点师傅 就如果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吧 再说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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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